早安 我是Fox 這條影片主要是想回答我的朋友一條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在Factorial裡設一個比較大型的火車站 在這裏我就很簡單地解釋一下Factorial的火車是怎樣運行的 火車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只有幾樣東西 有你的火車頭 有你的車卡 有你的燃料 有你的火車站 有你的路軌 有你的Rail signal 有你的Rail chain signal 這個是火車訊號 還有這個是連鎖訊號 首先先說火車 當火車動的時候就只能向一個方向動 例如我現在放了一輛火車在路上 它現在的箭嘴正在左邊 它只會向左邊走 如果你想它在一條路向左向右走 或者向上向下走 你就需要多放一個火車頭 反方向這樣拉 如果你想放卡火車在那裏 你就會變成一個類似這樣的形狀的火車 就令到火車可以向左邊或右邊走 或者向下走都可以 我自己會建議你們一條路軌只是單向行線 因為會令到整個火車的系統簡單很多 好 接著就去到火車站 火車站你拿著它之後就會看到路軌有些綠色的架 就是你可以放火車站的地方 你只要放在上面 它就會告訴你箭嘴在哪裏 這個箭嘴代表火車埋站的時候 火車頭是向著哪一個方向的 例如我現在這樣放才算 這裡代表我的火車是由右邊向左邊賣站 我在這裏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例如我現在這樣放火車在那裏 給它一點燃料才算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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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上去上面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通常會建議你們 火車每一個路軌只向一個方向走 如果路軌只向一個方向走 你就可能需要到這類型的回旋柱 去給你的火車去掉頭 當你要用到這類型的回旋柱 就證明你的系統上已經有幾架火車了 有幾架火車的話 你就需要用到你的信號燈 令火車不要相搶 在這裏我先放下兩架火車頭 代表兩架不同的火車 向不同的地方進發 例如這架在上面是向右走的 簡單來說這架回旋柱就是順時針方向的轉 另外可能在下面這裏 也有一架火車想在這裏這樣掉頭 這樣才算了 現在放了兩架火車 你就會見到 如果它們兩架同一時間走的 很大機會它們在這個接口位那裏就會相撞 那麼我們要怎樣避免呢 這個就是靠我們的訊號燈 放訊號燈其實就非常簡單 沒有你想得那麼複雜的 你只要記住在入口位放這個rail chain signal 就是有藍色波的這個信號 然後在出口位放普通的信號 你記住這件事基本上你就已經沒有錯了 但是什麼叫入口位什麼叫出口位呢 講的就是這些intersection這些接口位那裏 現在上面這條路軌就是進去這個接口位 接著來到這裏它就會離開這個接口位 就是出口 入口位剛才說過了 就放了一個chain rail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入口位放了一個rail 當你放了之後你就會見到 它把左邊的部分就是紫色的 這一段路和右邊這一段路就沒有拉了 然後下面這個迴旋柱 它也是在這裏這樣進去這個intersection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放了一個chain signal 你看到一放過之後 整塊都變成紫色的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rail signal 普通的信號燈放在出口位 那它們兩個接合了之後在這裏就離開這個intersection 所以就在這裏放了 那你現在就看到這一塊就零零射射變成紫色 那現在你就設定好了這個交界了 但是因為還有其餘三個接口位你還沒設定好 所以它就告訴你全部都是紅色走不到 好 因為在這個出口之後的地方 那這一輛火車就佔據了所有 那我們現在就用同一個道理 放在其餘的接口位先 先放chain signal 這個是進去這個intersection的 那就放在這裏 然後出口又有兩個 那就放一個在這裏 然後放一個在這裏 那你就見到了 現在整條路位上面就已經明顯地不同了 這個位已經有綠燈了 因為在中間這段淺藍色的路段 是暫時沒有火車的 所以它們兩個都可以走的 而去到後面這裏 你就見到這條路就是綠燈 因為裏面是沒有火車所以可以走的 而下面這條路 因為我下面這裏還沒設定 那它就整段路都是淺藍色 那這輛火車依然是在這一大段路裏面 所以它就紅燈 而去到最後就是chain signal 這裏就藍燈 因為有一個綠燈 有一個紅燈 它就會顯示了一個藍燈 即是其中一些路段是行得 有些路段是行不到 它就會顯示這個藍燈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做下面這兩個接口位 那整條路就完美了 同一個道理 入口位放了兩個chain signal 然後出口放一個普通信號 然後在這裏也是 入口位放一個chain signal 然後出口放一個普通的信號 那現在我們就搞定了 那可以見到現在淺藍色這一塊 上面淺藍色這一塊 因為沒有東西所以是綠色的 後面這一個也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也是綠色的 唯獨是這一盞 下面這裏跟上面的情況一樣 全部都是沒有火車 所以是綠色的 然後這個chain signal 就是淺藍色 因為這裏就被一輛車頂住了 但是這條路依然可以走 那現在整個回旋處已經設定了 那假設我在這裏再放一個火車頭 那你也會見到這裏就變成淺藍色的 那基本上回旋處就是這樣設定了 最後這一塊就是模擬一下 我們有一個大基礎的火車站 那左邊這一塊就是你的基地 右邊可能就是你的礦場 那在這裏我們就有兩個火車 三個火車站 那我們也需要放一大堆信號 那我們就先設定了一些信號 下面這裏 這個入口就進去三個出口 在這個入口就放了一個連鎖信號燈 然後這個出口就可以放一個普通的信號燈 然後來到這裏 雖然是出了這裏 但是因為它立即進去 所以你中間這一塊可以不用理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出口位置放一個普通的信號燈 還有在最後這個出口位置放一個普通的信號燈 這樣它現在就已經設定好下面這一個了 暫時看下去有點怪怪的 因為上面那一塊還沒設定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設定上面 同樣在這裏進去這個intersection 所以放一個chain signal 這裏也進去這個intersection 所以也放多一個chain signal 最後在這條線這個位置放一個chain signal 這樣就在這裏進去接口位置 最後我們在出口這個位置放一個普通的信號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完成了 設定這個所謂大些小base的信號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一盞就變成藍色 因為這兩個都已經換了 而這條還是有空位的 所以它是藍色 而上面這裏因為沒有東西擋 所以就全部都是綠色的 當然我們如果把一架車去到這個礦這個位置 這樣就算了 然後就有它在這裏停 你就會見到現在所有火車路軌上面都出不了車 其實這裏還有空位可以讓它停車 那我就可以在後面這一個位置放多一個信號 那你就會見到其他車都可以出到 這裏也有一個小小的提示就是 如果一段路非常之詳怪 我就建議你放多些不同的這些普通的rail signal 那就等火車不用來幾公里在這裏停了 因為前面那部車還沒走完那一段 那就分多些路段給它 那你整個系統都會走得順一點 那去到最後就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火車站是需要理的 這就是火車站的train stop裡面 就是enabled train limit 就是限制了這個火車站可以有多少個車 例如這個火車站這樣才算 我如果一設定1的話 我們就可以令到這個車自己開始走回 那等它開了車之後 我們就可以設定另一輛車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作用是什麼 假設我現在這輛車已經在去這個站了 然後這輛車它夠時間了 但是因為這個站已經換了 所以它就會留在地板上 等它不要開出去 這樣就可以變成不會在這些位置卡死了 那基本上火車站就是這樣設定的 如果你對火車或者Factorial 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繼續問我 那我再做多些影片去解答你 那就是了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遊戲裡面 加入這個斜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啦就這樣吧 拜拜